门如何打开是很重要的 门是我们的气口 我们要知道这个气口如何布置 这个门布置得好 令到我们的云气会有很大的改善 首先第一个 不是那么好的 就是 大门如果直对着电梯口 这个叫做虎口煞 这个会令到人的财运不好 身体不健康 家居里面的人丁很多的善煞 我想问 有没有人的家是直接对着电梯口的 有的话 我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化解方法 两个办法 两个办法 第一个就是在你的门口 那里放一块红地毡 以及在里面做一个门栏石 因为门栏石代表了什么呢 门栏石代表了帮你挡杀的 这个叫做阻挡 所以它要集的东西的时候 有东西帮你挡一挡 所以门栏石红地毡 也有一位同学说得非常适合 就是摆天官行不行 行 天官亦是万能的挡杀 天官土地 都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很核心 红地毡一定放在外面 不要放在内面 放在外面 是可以挡杀的 专门挡这个虎口杀 然后最好 在门栏石下面 门栏石下面 摆一个叫做 五帝前 如果你说门栏石 我已经做好了 我没办法放在地毡的下面 摆铜前都是可以帮我们去挡杀的 五帝前 没错了 就是一排的五帝前 五帝铜前 很多人问到这个问题 门对门 门对门是有核心的影响的 大家要记得一下 将这句话写在公平上面 门对门叫做 一门轻盛 一门衰 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门对门的 左边可能很旺 可能做了青龙 右边就做了白虎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商铺 只要一排排开的 门对门 一边就很旺 另外一边就经常旺铺招租 所以 这个一门兴成一门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怎样可以令到自己的门 很旺一些 跟大家讲一下 三个办法